即使尾声求全 我也要为我的母亲报仇 你们 会付出代价的 大小姐 这次春水芙蓉 唱了个婚纱歌声名情了 王妈 今天早上起得有点早 这我肚子有点饿了 你去帮我拿些糕点进来 好的 大哥姐 他可以带来过你 一共不要吃这两口血 一定要用电 还可以更新鲜 谢谢你 谢谢你 我是不乎的 啊 我的臉 天啊 大小姐这是怎么了 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這個怎麼像啊 怎麼回事 大呼叫叫的超什麼 小米 爸 我叫 你幹什麼啊 我同學就是過敏體質 他是用過敏 這個怎麼像啊 快叫醫生 大小姐 全身的過敏體質 對蛋白類的東西都過敏 您是不是吃了什麼 沒吃什麼呀 就喝了一碗蓮子糕阿姨 是王爺親手給我燉的 莫愛情 你什麼意思 我好心對你燉湯 你想不想我不成 王爺 我知道你一直都看不上我 可是今天我就要下來了 許我也不愛 還是你的眼 你又何必 是要還我 莫青 你別讓我媽身上碰壯水 那蓮子糕分明是清熱降火的 哪兒來的什麼高蛋白 你根本就是這樣不喝八道 爸 那蓮子糕我只喝了一半 還剩半碗 不如讓醫生當場檢驗一下 也好還王爺一個清白 姐就姐 沒做的事我怕什麼 去把蓮子糕幫我端來 醫生 耶 好 莫先生確實還有不高蛋白的蓮子 什麼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只是意外破壯的蓮子糕 哪有什麼廢子 又覺得優異 你爸你會不會驗 爸 還是查一查吧 如果耽誤了婚姆 婚姆家跟其他這場聯姻 可能大受影響了 絕對不能影響 季家和婚姆家的聯姻 來人 去夫人房間 仔細地查 老爺找到了 這個 醫生 燕 這不是我房間的東西 這是無線 婚姆 這是我婚小飛魚桶造的 就在您的床底下 莫先生 藥瓶中所含的成分 和蓮子羹 一模一樣 你這是無線 老爺 不是我的東西 你要相信我 你個毒褲 平時我睜眼閉眼眼罷了 今天在這個大喜的日子 竟然 假如此毒手 來人 把他給我拖出去 管你第二室 你跟你家伙 爸 不可以 這就是孟婉晴的軌跡 你別被他拼了 閉嘴 這就是我給你關會了 沒大沒小 你媽一起去 你得到處的嗎 老爺 我是冤枉的 你要相信我啊老爺 孟婉晴 你是個賤人 這註明是你不想叫我 敵家國裡史書的 非電手段 你不能厚死 帶走 你好好養著 其他的事情 我來處理 救護你爸了 謝謝大理小姐 您循時照顧我 對 這是我們應該做的 我們應該做的 你們先出去吧 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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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診法也太重了吧 還剩下多少遍 根據家法 還剩下20遍才有錢 你家主也太重了 剩下到20遍你就交給我吧 你要不去交差 較為場 這才九天 媽 射得你現在 煩心择意 媽 你別怕他 要是要打你以後我就雙倍討伐 悠悠悠悠悠 吳文青我該吃這個 打死了 這場面還熟悉嗎 啊透了我的項鍊還死不成呢 我沒有頭老爺救救我 老爺今天出沒了誰也救不了你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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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她說是你媽做的她破壞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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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純色味 不是不是不是 你 你说什么 你常说 那天喜欢你的母亲 因为能不能照他 所以他害死了他 听我的曲绮几点子 他是死不了的 说你就真的 真 真的 只能是浮沫吗 我以前是寄家的人吗 如果发现你说的是假话 不一定 我会抱着你 季昌盛 看来这场联姻 我必须得嫁回去 老爷 咱们给轩儿准备的婚礼 是不是太简单 还一个瘸子 能不能有人嫁 他就不错了 还要什么大操大办 我可丢不起那人 母亲就喜欢维护大哥 你别忘了 谁算是你的亲生儿子 你就是婉晴啊 真漂亮啊 我们轩儿真是有福气 去里边吃团圆饭吧 人都到齐了 别介意啊 我们进去吧 记一下 你们的灾难 从今天开始 这新娘子进家门 连个静准的婚礼都没有吗 嗯 好 有你的古董制度 嫁给我 还真是有勇气 基家的家主 是我大哥 你连股次都不放 和孟家的大小姐 不如一个 想想野丫头 懂的规矩 对不住了 因为你们都没有介绍 我对各位都是陌生的 是我们疏忽了 老秦啊 这位是基家的二叔 也就是我们的二叔公 这位呢 你叫姑姑就行 二叔 姑姑 把行张进门 很多关系还不懂 还请家园各位多多担待 把这以后 一定可以地学好做好 不给这家主理 还真是巧言善变 长得这么标致 却能嫁给明轩 你这心里打的什么算盘 还不是贪图这家财产 姑姑想多了 轩公子仪表堂堂 我倒觉得 我配不上轩公子 好聪明的丫头 说得好听 我大哥可是个残废哦 说不定 他的某些功能也不健全 你这如花碎的大姑娘 愿意守着这残奸一辈子 赫儿 她是你嫂子 不得无理 行了 能做我技家的儿媳妇 也不是谁 随随便便都能可以的 这规矩啊 以后慢慢学 回头让张妈教你 坐下吃吧 鸡长生 我一定要找到 你害死我妈的证据 如果真的是 我一定让你学债学成 好的吧 吃饭 长风 你真的不嫌弃吗 都是人 我为什么要嫌弃你 更何况 你长得也不累 你跟我来 初次见面 我很喜欢你 林轩 不早了 休息吧 好啊 扶我上床 林轩 林轩 怎么 没准备好 既然已经嫁给她了 那就寄来之子安之吧 眼下复仇才是最重要的 至于其他 我们是夫妻 我因她旅行妻子的义务 我想要的是你的心 而不是一个躯体 我等你爱上我 妈 行了 这婚礼准备的实在是太简单了 季家又没给你准备什么 其他的东西 这样 为什么妈的一点心理 好啊 妈肯定加倍不差 妈 您不用多心 行 那我就不耽误你们小两口吧 你可不去欺负她 妈 您就快别唠叨了 再不走 天就要亮了 好好好 我走了啊 季昌盛何的何能 娶个这么好的老婆 过不及家人 真的希望婆婆能一直这样开心 我们早餐呢 快点 肖子给我饿死啊 小少爷 今天多了一位夫人的早餐 待会儿一会儿一会儿时间 对不起了 小少爷 多了一条狗的狗粮而已 下次给我分了清楚次 是 你要是再不要 你就给我滚出去一下 能不能先往前点吃个早饭 为什么明哥的早餐 是鸡蛋牛奶 明哥的早餐 就是醋汤的面匙吗 他配吗 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 你 什么 呢 你干什么 弟弟 你应该有些小孩 鸡蛋 不可以吃肉菜 早餐一个就够了 吃再多 我怕你也太不成熟了 你算什么东西啊 凭什么对我吃肉花脚的 他不是什么东西 他是我的女人 只有我可以 我的女人谁都不能找 快跟你嫂子道歉 我跟她道歉 靖明轩 真把自己当主子了 你不过就是个娘子 你凭什么跟我叫嚣 不靠 他是你大哥 跟你哥哥嫂子道歉 妈 到底谁才是你们儿子啊 这个废物 为什么总是向着他 有完没完 吃个早饭给我消停 很勤了 赫儿她不懂事 你让我心里去吧 没事妈 那就好 你跟薛儿先吃 我去看看那个女子 这么支出打理 真不愧是我靖明轩的妻子 你也能了不起啊 鸡大公子 小女子感急不见 你别说 还真香哎 你不是技嘉的娘子吗 你是技嘉的娘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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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不回吗 可以不回吗 报回吗 什么意思 我是技嘉的娘子 你就是说 以后技嘉的财产 我没有办法 你嫁给我 有什么也分不到 你想多了 技嘉的财产 我不感兴趣 那这么说 你是对我有兴趣了 该不早 我从小就被送到的福利院 从小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母亲 是技嘉二等收养 把我当成儿子带回家 他们在我来技嘉之前 已经努力了十几年 一直没有孩子 直到我来到技嘉的第二年 李慧君便有了十月 那是你给技嘉带来的福气 李慧君也是这么说的 所以在技昌生 要把我送走的是 是他坚持留下的 你也是有可怜之人 所以 你来到技嘉的福气 到底是什么 家族联姻 我只能顺受 别洗了 休息吧 陈明轩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在跟我说话 我订购的那款现任款跑车 电单被取消了 是不是你在背后搞的鬼 弟弟说笑了 他们取消订单 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别在这装了 人家跟我讲 是一个姓季的先生 付了两倍的价钱 把这家吃了 你都给买走了 不是你还有谁啊 性纪的多了去了 你怎么就能认一致 忘记我也没有第一级的词子 我可买不进去到现在的 静明轩你是真的可恶 静明轩 年纪不大 心思倒是怠毒 李哥腿本就有疾病 你还欺负他 管你屁事啊 他又不是我哥 放肆 你个逆子 郭泽轩 妈 这个死去人在抢我的东西 他已经迟到我头上了 你还在这帮他 你就不怕叫完计较 如果他们说中吧 我说话你听不懂是吗 滚 轩儿啊 你没受伤吧 妈 没事 都给了个婉琴 婉琴啊 嫁到我们家真是委屈你了 以后妈一定好好补偿你 妈 没事的 我们都是一家人 那以后轩儿就交给你照顾了 回头啊 我再去收拾那个逆子 我觉得 妈对你不错 只是觉得亏欠 疼吗 小伤 小伤 不会 刚刚为什么要帮我 你是我丈夫 我当然要帮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那个 我去找些床上药 把我订购的跑车送到我的私人会所一定脱善老 季明河 这么多年 你能在我身上摆下的去 我一一逃回来 之前看到季昌盛出路过这个房间 每次都鬼鬼祟祟的 这里面应该有问题 想不到季家如此豪门 居然还有这顿救护 居然还有这顿救护 多时间去春秋季 我会弄这些事 想方面 母季也是喜欢收场观看 没想到季昌盛 也有多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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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四个人年轻时的合照 静明轩 莫婉晴 是你吗 伤口还疼吗 好多了 对了 晚上想试试吗 我去准备一下 不用了 这些就让夏人去做吧 做习惯了 突然闲下来会浑身不自在 不用了 听我的 再帮我去准备一套衣服 晚上我要出学的 出学 那我准备再陪你 没有了 很快我就会回来 你就在家里头 她是有什么事情了 有问题 好 周燕姐 有事给我打电话 你好 今天召集各位前来 是有两件事情 第一 关于海红项目的投资 眼下需要顶上日程 我要在一个月之内 拿下西城外的那块地平 必须在年底前完工 全市最大度 七星级酒店以及娱乐场 一定要从之前 李二 什么人 婉晴 你们继续 我走错了 站住 过来坐去 松青 现在选择第二件事情 这位 就是我的妻子 沐文勤 夫人好 夫人如此放心不下 这么晚还跟我来 这有些 好了 我知道你是贪心 其他人都散会吧 你居然是主裁 怎么 你的丈夫 是不是比你想象中的厉害 其他人知道吗 那你去暗示 又有什么目的 他发现了 别紧张 我们相互保守秘密 我当然不会接着来 进来吧 喜欢吗 这 这是什么 跟你很配 非常美 我不能上 来不及了 已经买下了 这是价值一个亿的全球限量馆海洋之线 要是你不要的话 那我只能扔了 别 太会扔了 董财夫人当然得佩戴与身份匹配的东西 下去吧 金明轩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我到技家的目的只为报仇 就算你对我再好 我也不会动心的 万歇 从你进门的第一天起 我对你就有特别的感觉 我知道你不爱财 所以 我希望你能对我敞开心扉 如果你以后有难处 一定告诉你 我金明轩 可以为你搬到任何时间 你的实力我看到了 我没有难处 既然嫁给了你 我也只想后半生安安分分 和你携手前行 孟文青 你还是不敢告诉我真相 你这暗示 到底在寻找什么 好 不早了 那我们回去吧 回来这么晚 是不是将你不方便 影响你们密会呀 只是图个亲戚吧 家里某些人菜炒的 你说谁呢 别当鼻子上脸 弟弟 生气啊 对肝脏不好 注意保重身体哦 行了 别进那儿就吵架 明后 明轩 跟你们有事说 好 咱们技家 在海外的公司 拷了点问题 需要赶紧陪人过去 处理一趟 我想来想去 海外人去 还是不帅放心 你们兄弟两个 亲自去跑一趟 啊 这个权势有什么用 啊 你没搞错吧 你哥可比 你要强上百倍 看 被添乱的是你 就这么说定了 明天的机票 越快越快越好 老爷 故人 是否要去探望一下呀 二十多年了 是应该去探望一下 就让明轩 和明鹤 带我去问候一下故人吧 二十年前的故人 莫非 难有我母亲的线索 爸 让我也去吧 这是我们技家的事 你一见女流 就不要掺和了 我已经安排好佣人了 能照顾好两位少爷的衣食住行 爸 佣人毕竟不会二十四小时照顾着 明轩腿脚不方便 一晚要是有事情的话 旁边没人也是不行的 更何况 我已经嫁到技家了 也是技家的一份子 理应分当一些所事 巧说如广 不要你去就不要你去的道理 你算是南门子技家人 连个音音只不过是工具人办了 她是我的妻子 是技家的大少奶 她要是都不能去的话 那我也不去 你 去倒是可以 可别给我添麻烦 赶紧去收拾吧 谢谢爸 为什么坚持要去 你那个弟弟吊钻润信 远走过外怕是吃不消 上次的教训已经让我很害怕了 就因为这个 过来呢 不过还是谢谢你 你要记住 我是你的丈夫 我永远都会站在你这边 从小到大 你是第一个对我好的人 秦敏轩 如果我们之间不涉及家族仇恨 我想应该会很美好吗 贺儿 有什么事 你要多跟你大哥商量 千万别擅自作祖 这是一次给你磨练的机会 听到没 妈 你好啰嗦 时间差不多了 赶紧出发吧 大小姐等一等 大小姐 张叔 老爷病重请你送回啊 什么 我爸怎么了 出发脑淤血 现在在重症监护室 你赶快回去看看吧 迷轩 快去吧 家人中 不用担心 到了地方我会给你打电话 张叔 你得在医院 迷轩 我妈怎么样了 情况不太乐观 脑干出血量太大 可能 可能是我 都是你这个丧心 还有人来来看你爸 你们被放出来 沐婉晴 你这个逮复的女人 害得我跟我妈吃了鞭 受尽惩罚 可信的 还有谁能替你撑腰 这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没有及时抢救吧 你爸年纪大了 有些疾病很正常 更得况何医生的医术 是国家有名的 他都无计可食 我们又能怎么样 何医生 快 没有 一旦你出了事 就把脏水全部破灯 目前失去 只要他落败 所以我们 你才有可能做得价值 相信 很可爱 估计 春伯伯今晚 怎么会这样 医生 求助你救人 我理解你的心情 我们已经尽力了 准备一下后事吧 都出去吧 完全留下了 我 我在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和我 我对不起你 没有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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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行 我确实 还在心里多年 我不能再等你 过残力了 我知道 让你嫁到期间 确实为了你 别说了 别说了吧 可是 她也不愿意 她年轻的时候 就被警察生 一直压制着 直到现在 我们目前 还是被记下 做口音声 你确实 你 你 你妈年轻的时候 是工厂的场合 是为厂长的机长生 早就看上了 我 你妈嫁给了你 啊 总是玉玉管 身体 让我想了很多毛病 而我 而我这个护士 我对不起她呀 那为什么玉玉管管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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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 父母 娘 Milligan 她 你一定要保重身體 我已經沒有爸爸了 我只有你一個親人嗎 揍死你們的眼睛 只葬了一場 你這個美人啊 你把美人的衣裳 就連褲子都不會一把褲衣裳 這個美羊型的都笑了 明軒 文青 我落地了 你那邊怎麼樣 恩走了 節哀 等我回去 好好照顧自己 請明軒 原諒我無法對你敞開心扉 你是姬家的養子 而我的任務 查清真相 讓季長勝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親了 事發突然 你一定要保重身體 極安 謝謝媽 幹什麼似的 這件事情都做不好 廢 他們葬禮 希望你不要和人缺蟲 什麼時候輪到你這個小騎子說話了 你爸剛死 沒人管你了是吧 我還沒死呢 我是你媽 這家還是由我來當的 你是誰媽 爸是不胃寒 就開始聽見你家家產了是吧 哎呀 大家在平平裡呀 這個小騎子欺負人了 還忘記我的養育子餌了呀 他把工作就來增加菜了呀 本來就是被你氣的 不然怎麼會突發腦梗離世 沐婉晴 你就是個喪門星 有你在 沐家永遠不得來生 你們還敢睡口看人 沐婉晴 你給我滾出沐家 你們兩個再胡鬧 叫你們都下去陪葬 都下去陪葬 好了好吧 都是自家人 今天心情都不好 都少收養去吧 沐家的後事 將由我來全權處理 家屬們就先回去吧 婉婷啊 這兒有你爸呢 要不 你就跟我先回去 爸媽 我還有些家事要處理 你們先回去吧 季昌生 他真會裝好人 等我處理完家事 你們計家的災難 將正式開始 壞無用 你們最不行 這是我爸的遺囑 二位光幕 什麼 這麼可能 你擔任公司總裁 沐婉晴 你笑的被 你是不是威脅我爸 白紙黑字交代得很清楚 你們不服 當然不服 我才出過家 你去緊張紙 就想讓我狗手箱呢 我屁 徐徐律師 你可以再來 徐律師 麻煩你傳達一下 我爸身前的交代 好 牧樹人先生 已經在數月前 將身後事 作為遺囑的方式 交由我們律師事務所 先生死後 牧師集團 董事長一職 由長女 牧婉晴 全權接手 以及名下財產 以及股份 妻子王晴 繼承百分之二 幼女 牧悠悠 繼承百分之三 其餘部分由長女 牧婉晴接管 你放屁 我跟了他七幾年 我不相信 牧師人這麼沒良心 這是徐律師 傳達的父親一致 還有意義 牧婉晴 你隨便找律師 就想來護了我們 誰聽你的嘴話 二位請見證 我們是正規的 國家公認的 行政服務中心 不得無視法律 牧樹人 你好害羞啊 他還在你照顧了我爸 這麼多年的份上 我可以讓你繼續留在他們家 不過 你有更好選擇的時候 隨時可以 該給你 我一分都不能少 但是 你要敢津風作浪的條事 別怪我負優前面 讓你們母女倆人為乞丐 公司所有軍理和主管 會議室開會 致目的 各位 家中變故 牧師集團以我一手接管 現在 把你們手中的項目 都跟我報為一下 牧總 這是正在進行的西城外 一個娛樂場所的建設 現在已經接近尾聲了 您報名 近視集團賬的百分之七十 是的 這是先董事長和他們簽訂的協議 知道了 繼續抓緊尾聲工作 一個月之內必須完工 切記 要治療 好 牧總 這是一個郊外食品工廠 原材料留計時集團器工 目前每月的任在五百萬左右 又是計時 這個 定位要給他們多少 百分之六十 工廠內 嚴抓食品安全問題 每日湊茶 不得有任何披露 是 各個部門領導 每日例行開早會 員工穿戴成績 佩戴公牌 從今日起 金字大力上漲一倍 優秀員工 每百年有一次健身機會 都記住了嗎 記住了 再會 難怪父親說 你是被機場市民壓制 我必須要扭轉局面 將牧師做大做家 既是集團必須摧毀 都處理好了 嗯 過來坐 我跟你父親 也算是至交了 他也突然一走啊 我的心裡也很不痛快 季長盛 犯錯以前 我可能會被你的真情流露 所感動 如今我知道了真相 看到你 只覺得虛偽之情 人死不能附身 爸 你也要衝髮 是你 嗯 你能這樣想得開 很好 我聽說 你剛剛接手了牧師集團 如果在工作中 有什麼消防忙的地方 儘管開口 我一定會全力以赴 謝謝爸 我會努力做好 完成我父親的心願 嗯 對了 明天 明軒他們就回來了 我和明軒一起去 祭拜一下你父親 好 時間不早了 回房歇著吧 跟你媽年輕時 真是一模一樣 連性子 都如出一遮 不幸我也不負 傷不痛 比年輕時候受得委屈 我會一遍幫你 喂 晚晴 我明天到家 給你帶了禮物 謝謝你 哦對了 我們去拜訪那個故人 認識你母親 等我回去再跟你細說 為什麼不推著你哥 為什麼不推著你哥 怎麼 他腿壞了手也壞了 我還伺候他 你 好了 天山 嗯 這是什麼 打來看看 這麼大的鑽接 喜歡嗎 這裡太浮費了 給自己老婆買東西 怎麼能叫破費 這叫投資 我又不能給你回報是嗎 誰說的 給我生個孩子 就是給我最大的回報 我還沒有 不解 對了 你說的那個故人 此人名叫張曼青 和你父親是一個長女 她聽說我娶了她閨蜜的女孩 非常高興 但我很友善 閨蜜 你是說 這位故人是我母親的閨蜜 是 季昌盛 是他們的廠長 你父親 當時是一名科技幹部 那這個張曼青都說了什麼 她說你母親是當年廠裡的廠花 所有男人的女神 最後 被你父親絕道說 這還用她說嗎 事實都已經擺在眼前了 還有一個爆炸性的行為 快說 別買官子 你 有沒有做過親自檢定 什麼意思 張曼青說 季昌盛和你母親有一個孩子 但是這個孩子 稍微生下來就不知道 這個是在當年廠裡 還鬧得沸沸有 說季昌盛玛了你母親 牧樹仁到你間來鄉 別胡說 牧樹仁是我爸 我只有一個父親 年齡大的人可能也是老糊塗了 他說的話 你也不要太當真 看來 你父親說的都是事實 季昌盛這個混蛋果真 玷污了我母親 居然還鬧得沸沸揚揚 我母親那個年代 真是苦了大了 休息吧 明早我給你去找 回去吧 孫昌盛 你真是夠絕的呀 你們還真是陰魂不散 走到哪都能遇到你們 這是我爸的目的 該我們來探嗎 晦氣的 是你們才對 孫昌盛 公司也有我們娘倆的一半 你想獨吞 你是不識字嗎 遺囑上清清楚楚的寫著 公司跟你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還不死心的想要來碰� 你有遺囑 我們也有遺囑 哦 是你私自撰寫的吧 這話說的可真難聽 那是你爸的親筆簽名啊 難道你還不相信你爸 就算你有 我也不相信這裡面的內容 我爸不至於糊塗到 把公司交給你 孫昌盛 你未免太子大了 這是我爸的公司 我們當然可以運營好 他才不是老糊塗 你有律師 我們也有 你好 我是王琴女士的委託律師 我叫王斌 王律師 你知不知道幫人偽造遺囑 可是犯法 沐小姐 王琴女士的遺囑是真實的 而且有沐老爺子的親筆授明 這個是做不了假的 更何況职業操守 不允許我們做假 是吧 你可要想清楚 一旦東操事發 你不光丟了飯 以後在這個行業 就永遠無法立足 這位是 莫婉晴的老公 季家長公子 季明軒 把自己介紹的 那麼冠冕堂皇 不過是個瘸子 一個在季家 沒有任何地位的廢物而已 姐姐 這就是你那殘疾的老公子 長的倒是不掉人才 不過可惜 是個瘸子 你上次在地下室 你挨打的還不夠是嗎 這個遺囑 我是不會承認的 有本事 法庭見 莫婉晴 你心裡還是在意我的 你這個想見人 我是不會放過你的 王冰 給我查這個人的所有資料 包括王琴的一些非法手段 我要天黑之前知道結果 你就是熊兒 你的妻子是婉晴 是的 伯母 您好 我帶家父來看望您 他們居然還想著我 您認識婉晴嗎 怎麼會不認識 她是昌盛的親生女兒 等等 伯母 您說婉晴是 哎呦 我知道你是傲氧的 你們之間又不是敬親 這個我知道 您剛剛說的那個 是真的嗎 婉晴可是我健身的 在進場之前 我是一名托闪科大夫 這個年代 工資比較低 我就索性赤子 在工廠去打工 就結識了婉晴的母親 一夜 她這麼說 您跟那個一夜是好朋友 其實是好朋友 一夜跟季昌盛同去的那段時間 多數我在幫忙打掩護呢 那她倆 最後為什麼分開了 這 我就不知道了 可能是因為 季昌盛家裡 他們分開之後啊 林彥就發覺懷孕了 她親口告訴我 是季昌盛的 阿晴 我知道你來季昌的問題不簡單 如果讓你知道真相 會怎麼做呢 會怎麼做呢 想什麼呢 你現在好歹是公司的總裁 怎麼還看別人下人的事情 我還有個妻子的身份 這是分內的事兒 孟昌盛 這事兒子 是你幹的 取消季家的供貨產業鏈 你這是在自絕坟墓 你知道嗎 墓土人前腳剛走 你就準備和季家划充界限 孟昌盛 你到底什麼意思 爸 我取消供貨是因為季家的原材料 本究光不應求 更是你低價交通牧師 如此一來 季家將每年少賺兩百萬 我跟你父親幾十年的交情 我會在乎這區區兩百萬 我自然知道 怕您是為了牧師好 可 如今我已是季家的兒媳婦 這種對季家有損傷的生意 我怎麼會繼續忍心進行下去呢 爸 你放心 我已經找到了國外的供應鏈 價格方面也很快 這樣對我們雙方都好 好啊 試點硬 不知道天高地厚 到時候 你可別哭著來找我 這麼快 就開始膽打獨鬥了 好戲才剛剛開始 我其實要跟季家撇清關系 我更要計時一步步被吞噬 直到同肚挖子 將近幾十年 張經理 歡迎三個獲取的問題 木總 目前接近尾聲 只是資金方面 資金有問題 你的策劃非常完美 只是需要消耗大量資金 如今又取消了和季式的合作 恐怕 資金比較緊張 項目繼續進行 資金我來想辦法 王晴 你是个骗子 骗走我们母女俩 想不推台上 你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王晴 又是你 你们是忘了我当初说过的话了 是吧 我妈说的没错 大家会来看见 这个女人的愁恶罪恶 她就是个白眼啊 自以为是的取消 跟计时的合作 她就是想把大家 往火通里推 你们一定要擦亮眼睛 不要被这个贱女人给你屁股 我当初说过 她在你们割罪 我不许多年的份上 我可以由你们加入一下 但是你们要敢挑事 我会让你们生命 我会让你们生命 你想我谁呢 现在是法治社会 难道你能扎入我们不成 就是 别以为你当了总裁 就能一手折天 今天我们就是要考虑工资 揭开你的身体 真本不会坐在这个位置上 妈 把他们俩给我弄出去 我看谁敢 我可是梦家的公司 都不看清楚了 墨市集团有我的一半 上面有莫总的黑银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 想真是莫总签了 是真的 我找莫总签过字 字细一模一样 看到了吗 孟晚晴 群生的眼睛是雪亮的 你还想在这里虚张说事 不懂人 还能压着我爸 孟毁蛋 真是后悔 当初没有鞭子 把你们俩给抽费 弄一份假银手 你咋把我扎走 那你让郑南来证明一下 到底是不是假的 王律师 这是律师所的王斌律师 在一级有名 他说的话 大家应该相信了吧 沐小姐 得罪 作介绍一下 毕生事务所执行董事 国家承认的公证处的公务人员 你下午所说的全部内容 可以全程录音 若有虚言 可以举报 难不成 真的是父亲的遗嘱 怎么可能 父亲不可能立两份 遗嘱上是莫老爷子 生前交代的遗产分配情况 上面清楚地记载了 大小姐您和继母王晴 何分财产 包括国师集团 从签字角度来看 自己工整理力 并非洗过去 父亲临中前只单独见了我一个人 并口头交代了一些事情 更何况 我也有遗嘱 你又做何解释 莫小姐 那您那本 可以拿出来看看 莫小姐 我帮您去看 在左边的时候 你第一个白色纹纹夹 你帮我拿过来 是 莫小姐 这在对我复制您的经历 和我看相处 莫小姐 您这份 不是个王女士的 一模一样 你说什么 莫小姐 您可能是太过于急功近利了 好多细节都没有看清 上面可是清楚的写着 各位百分之五十 怎么回事 之前根本没有这一条 哪儿弄出来的 莫婉婷 你站着我们娘俩好欺负 就对我们耍起了心机 还好我留了一手 要不然 这被你这个恶毒的女人给扫地出门了 大家好好看看吧 这就是你们眼神的莫小姐 先耍滑心思歹毒 这种人 根本不配留在牧室 莫总 我们尊重你 不能把我们当猴耍吧 害得我们跟着你的屁股后面 忙下忙后 就是 这不是把我们当猴耍了 自己把自己放到台面 再过分了 这样的人怎么非当总裁 连自己的亲人都要害 还想要独吞滋场 心思太恶毒了 这样的人留在牧室 故事早晚晚呆 莫中牧师 我们这里不欢迎 这样无情无义的骗子 危机 你竹Does 你竹us 不客气 青红皂白的无知小人 哟 废物老公出来撑腰了 我告诉你 丽明轩 就算天王沼子来了我也不怕 沐婉晴 他骑上门下 干了一些丧尽天良的事情 有什么好狡辩的 你确定你做的事情 不是丧尽天良 当然 我可是 可是有业界有名的律师 帮我做证 季先生 您还有什么事情吗 王斌少 自幼丧父母亲改家 随着母亲改姓王 因为你母亲虚荣心极强 担心你会成为她攀户权贵的半小时 便将你自幼寄养在乡下外活起来 定期给你打钱控你读书 你也算有点出息 还混出点 你 胡说八道 王女士 我说的对吗 你 你看我干嘛 你们奴子俩还真是同仇敌害 一样的东西 明轩 你说他们是母子 没错 王斌和王斌是亲生的母子 当年王斌嫁进穆家 欺瞒了穆老爷他有儿子的这个事 但是他的肚子倒是争气 刚过门便怀了身孕 就是穆悠悠 王斌的年龄是32岁 穆悠悠20岁 两人相差12岁 在这12年里 王斌可没少从穆家拿起来 挖在他自己的儿子身上 你胡说 我已经查到了你们32年前 妇佑医院的出生动物 你们的名字都在上 还查到了一笔笔巨额的银行短账 短账人王琴 接收账号王斌 远远可以追溯到十几 还说你了 你 好啊 你调查了 想在黎诚心中做的 还没有这个人 季萱 你好大的大 你 你究竟是什么人 穆婉晴的老公 就算调查出背景又能怎样 穆婉晴他私吞财产 跟我儿媚是不是母子 没有一点关系 你休想给他狡辩 所以啊 你们买通了穆婉晴身边 串通一气来对付穆婉晴 身边人 张经理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不不 不做 不做 要监控 所以 你全程去监控 主动去取 原来早有 你 还有什么话说 张经理 我如此信任 你居然出卖我 对不起 穆总 是我一时鬼迷心窍 是王晴答应我给我一笔钱 让我回家养老 我利益熏心了 是我该死 你胡说 跟我没有关系 你找骗我的人 王晴 证据确 证据确准确准还敢抢 是想让我报警吗 爸 怎么办 你真是履交不开 就别怪我无情了 爱人 他们给我送你进去 没有找我 孟晚清 你这个贱人 你不会有个好下场的 你们报应一进来 这就是你们作死的下场 孟晚清 你要给我这么狠 我狠 对比你们 我只是九牛一毛 把他们给我带刀 王斌 你身为公务人员 知法善子 要不然 你去自首吧 也许 还能判得轻点 骑平心 算你厉害 你是公司的 我不会玩你 这不该做了吧 最近还有谁对我有质疑 都好好工作 难不耐毒 牧师集团拒绝外部洁气 听懂了吗 请跟牧总教会 都回到各自的动作岗位吧 牧总 放弃 回家 今天谢谢你 就嘴上说个谢谢 你不要折送进尺 牧总对待老公 也这么严厉吗 说正事 你怎么连接到我们公司监控的 你不会再监视我们护士集团 拜托 这不是你有危机了 要不我没事监视你干嘛 不过 你的消息可真灵通 黄斌的背信都被你查到了 这点小事 不值一提 敢威胁我季明轩的你 他只是在此觉粉 你就骄傲吧 你就骄傲吧 过来 干嘛 我又不会吃了过来 有话指教 我的老公果然霸气 今天真是帅呆了 嗯 你真的 真是在夸我 不光夸 还有奖励 你 不要在我面前撞家 不需要做一个女家人 有任何困难 一定要告诉我 我会一直陪着 夫人您来了 前已经到位了 做你们该做的事 一定一定 王琪那个名女 不麻烦你 那个夫人放心 我们会秘密的打电 放她们自由的 嗯 王女士 收拾东西 你们可以走了 什么意思 有人替你们发案了 你们可以走了 回送自由事 是谁 谁帮我们 这个你不需要多问 走就是 难道是默契 感情发现了 那个小剑 想问我 是哥哥都不出话 还有谁不帮我 知道 先问你 注意再说 快走吧 别啰嗦 只要有你在 才能一直压制你 明年的 不可以这样顺风顺水的活着 转转半个月 公司的业绩下 把自己到底是哪出的问题 当然 我没到死那头 出了跟着技术 每次我没有打的项目 第二天就不及了 导致粉的项目 今天就弄到谁了 我有这样的事 到底是谁干的 查到了吗 没查到 对方是命运的公司 很多心意都查过 哎 岂有此理 再僵 还有人敢跟我 靠谤 就算是花了一三指 你得把他都找出来 去 不过 说 我问一下公司一道条件 向你的合纸 让我好好想想 我先忙去吧 董事长 以为坏点去 又是坏箱 说 那 昨天刚才的立场下班 没人想 谁是有制度 既是集团与死地呀 到底是谁在任何过不去 董事长 那现在 下午取消 全都取消 那这位的PPA 我都说了 我来想办 出 这 老爷 您这是怎么了 给你们吃吧 这不是抽到哪门就回来 妈 爸可能是推进压力太大了 让他歇歇吧 你别掉天的话说了 自从你来到这个家 这个家什么时候消停吧 散门 我看你才像是这个家里的丧门鞋 你是 散 敬明轩 你敢说我 你这个学者才是废物 哎呀好了好了 都有完没完啊 吃饭 明轩 你吃 我去下洗手间 用公司抵押都不行吗 谁说我们是空壳公司 算了算了 我再想其他办法 哎 我就是要摧毁济世 让济承胜付出再次 跟什么 没 没什么 夫妻没吃晚饭 我想来看看 那怎么不进去 我看他心情不太好 没敢进去 我们走吧 董事长 我们联系的八年一堂 都是我们公司 奥兹 听着运用吧 董事长 项目未翘 股票大跌 贷款就下不来 咱们公司 已经没有任何能力 继续运作 全部破产吧 至于员工的工资 你们打一份协议 一个月之内 我都会接亲 董事长 您千万不能放弃 记得这么多年 您服务太多信息 别说了 有人想你整死我 我现在 已经毫无能力了 董事长 我们还有分开的机会 什么 我们公司年前 赞助了一次 次赚卖卖 听说后面就会 是吧 董事长 可以借 这次慈善的名利 对公司做梦话 只要师弟 看到了我们 一定会自助扶持人 对呀 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你说的对 我们还有机会 你赶紧通知哥哥董事长 让他们做好准备工作 一定要确保 这次财卖会 能顺利完成 确定 等等 牧师集团 这次也参与了 一定要为不好 牧师集团的声誉 千万别只顾了 发扬技家 而打压 你家的事 今晚会有一个慈善晚宴 各界名流 都会到场 明浩 跟你妈好好收拾一下 可别丢了咱们 技家人的脸 知道了 爸 爸 我跟明轩 不用一起去吗 你们两个 在家好好待着吧 都是技家人 为什么我们不能去 你要是真把父亲 当成技家人 就不会把我们 划分得这么清楚 原来他还在为 怒视机团的事 神秘 让你呆着就呆着 这个瘸子去了 能干嘛 只会给我们技家丢脸 只要你这种愚昧的人 才会给技家丢脸 沃晴 你别给点不要脸 再技家 还没有你说话的瘸 如果再对我的 鸡子指手划着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怎么 还想打我 你算什么东西 少说两句吧 就不能好好吃顿饭吗 妈 是他先出言不逊的 还有 我带给牧师 也要采加晚宴的 明轩为什么不能一起去 我们这也是考虑 明轩身子不方便 而且这种地方 人多口杂的 妈照不出我 妈 不用担心 明轩 我会照顾他 沃晴 沃晴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我妈只是好心 你别信就不是吃罚酒 你 行吧 你别去 老爷 既然拦不住 那就制造先吧 是时候同志忘记 我会照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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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顾他 偏顾他也偏顾他 太明显了 真是过分 你这是 在为我打包不平吗 虽说你不是他们亲生的 可外界都知道你是他的儿子 这么重要的场合 所以他把你丢在家 岂有此理 其实 我也没有很想去 一定要去 这可是一年一度的慈善拍卖会 牧师和济师都有赞助 还有个最大的赞助商 是匿名的 我这就是准备 你等我 文青 那个最大的赞助商 就是你 既然你这么好面子 那我就给你个全场 最大的惊喜 欢迎各位老板 为领北次拍卖会 首先由 每次大会 其中一位赞助商 既昌盛既董台上台讲话 掌声欢迎 首先呢 感谢各位嘉宾 对本次慈善晚会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这次的主题呢 是针对灾区儿童的救助 以拍卖的形式展开 还希望在座的各位企业家 各位老板们都能够踊跃参加 同时 为你们的企业 树立好良好的口碑 谢谢大家 真是虚伤 如果不是已经知道了你的人品 真是被你这冠冕堂皇的外表 索封闭了 感谢季董 接下来有请牧师集团 董台 慕婉清小姐 上台讲话 脖子不用了 去吧 车辆去 落落点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我是新任总裁 很多地方做的不如我的父亲 还请大家多多照顾 家父前段时间不幸离世 是啊 你父亲刚刚离世 你这个逆女就要出来兴风作浪了呀 谁做的手将 慕婉清 见到我很意外吧 放心 我们的事 正经歌声 今天是重要场合 我似乎你以大权来传 最好安分 我当然知道了 所以过来给你捧场了呀 慕总 你继续 那就开始吧 接下来的流程交给主持人 这怎么回事 他们俩怎么不该放准 定是被偶尔的男人相操续 我会调查清楚 哟 瘸子也能来参加宴会啊 不知道今天的拍卖 有没有拐杖啊 好让他的妻子 不走他 给他拍一个 母亲人已经打脸了吧 自以为自己已经很强大了 想治我们母女俩于死地 现在已经心里新潮澎湃了吧 我不管你们背后是谁 如果被我找 一定不会放过 慕婉清 你别清高了 你能嫁给一个瘸子 还不是贪图寄家的财力 是我配不上婉晴 我相信你婉晴的能力 是我高攀了 毕竟能掌管牧师机的 也不是你们这种庸俗的 可以做的话 你个瘸子说谁庸俗 大家静一静 接下来是贩卖会的高头环节 请你小姐霸王门的正念之宝 孟凡抄一老先生的名画 请上来 这可是真迹啊 果然不同方向 这可是今晚的重磅 一般人真的拍不起 一千万起开大开始 写方 我母亲生前最喜欢我老先生的作品 看到这幅画 我们有种情节来 两千万 两千万一次 三千万 三千万了 还有没有人 三千万 五千万 明轩 难道他有这个势力 六千万 六千万了 天哪 六千万了 还有没有人来 别捣乱 我可没钱给你 妈 没事不用你 我只是想打来打来 那个瘸子的消消气 六千万第二次 六千万第三次 一个亿 金名轩 他只做什么 杰冥, 你疯了 class 你哪来了一个亿 好吧 让给你吧 看啊你等会怎么下来 一个亿成家 Carlos, compteеж、 ст.X 宜儿! 说 十个亿的限量份卡 纪明轩 你胆子不小 竟敢拿假的糊弄 那就看看 是不是假的了 这张卡 全球拥有的人不超过五个 他一个姬家的养子 哪来的这张卡 是啊 我也感觉八成是个艳体 不是吧 这样不是很丢人 明轩 看来已经在壮大自己了 要脱离纪家了 纪明轩 你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 夏宜是不是要针对我们恨人 道仗赢一元 妈 这个玄子居然这么有实力 纪家不可能把台上的大权 交给纪明轩 他哪有那么多钱 虽然我早就知道明轩有实力 可是没想到居然为了一幅画 可能会有花上一个影 我老婆开心脚 真是什么好事 都让这个贱人给摊上了 那你怪谁 当初让你嫁你不嫁 嫌她是个瘸子 现在后悔了吧 绝对不会让她这么得意的 明轩哥哥 明轩哥哥 有 这不是沐家二小姐 有何贵干 二公子此刻的心情 应该跟我一样吧 想必没有二小姐这么跌宕起伏吧 难道你真的甘心 让这个杨子永远期待你的头上 你想说什么 不如你我灵奇手买 共同对付莫婉晴跟纪明轩 有意思 怎么个合作 这里人多眼砸 回头 我们代表 我怎么见 你跟这个碗素子弟有什么好聊的 妈 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我宣布本次贩卖会圆满结束 你今天还真是出尽了风头啊 啊 不好意思 跟朋友借的卡 只为晚钱开心吗 没想到 你居然还有这么才大气粗的朋友 我还真是小叹你了 回家 金明轩 你为了我暴露了你的妈家 接下来的日子 也会不好过的 明轩 谢谢你 只要你开心 我做什么都可以 明轩 我 不想说就不要说了 放点休息 我要不要对他畅开心扉 说说我要复仇的事 毕竟他对我确实真心是意 突然感到内心很回疚 老爷 你说明轩平常是不多元不多语的 他怎么能一下那么大手臂 为了他自己的能力 他有本事壮大自己 那是好事 咱们不需要干什么 我听你这意思 你也认可他 我从来就没有质疑过他 其实赫尔吧 他就是性子比较直爽 他也没什么坏心思 他 毫无能力可言 他可是你的亲生儿子 济石集团未来的继承人 怎么都瞧不起他 继承人 我还没想好 把济石交给他呢 他别给我毁了啊 我就烧高香了 当初让我情嫁过 就是想让金明轩露出马脚 果然还是女人之中 可是现在 金明轩已经威胁到了 我必须想办法处定 二公子果然守约 我敬你 面对美女的邀约 当然得手势 二公子 我们出来是谈这件事吗 正事得做 坏事也得办 不冲突 讨厌 二公子 今天的拍卖会 你也看到了 真是让金明轩 跟莫婉晴 出镜了风头 这口气 你念一下 我会也不行 我早晚有一天 会把他们干出战了 二公子 我有个办法 哦 你说 我们找几个人 访问莫婉晴 并且 你懂的 你的意思是 只要搞臭了莫婉晴的名声 他就无法在莫婿立志 我就可以趁机 驳回莫婿集团 这样看来 你是需要我帮您 不 我们是供您 如今 金明轩深爱莫婉晴 要是他的老婆在外面偷吃 你猜 他会不会 冲动做出什么事的 到时候 你也可以趁机埋为 打压金明轩 好的 我订了饭店 晚上 咱们一起吃饭 之前是我不懂事 说话语气 冲了脸 在这里 我真诚地向您道个歉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金明轩 你没事吧 嫂子 我昨天看到大哥对你这么好 我突然感觉 我在家里 是最孤单的一个 我完全享受不到 庆幸的温暖 嫂子 给我一个改革自信的机会 我希望 我们一直是一家人 你能有这份觉悟 我很开心 不过吃饭就不用了 以后我们还是一家的 嫂子 饭店已经订过了 而且家里父母也在 说话又不太方便 要不咱们出去放松一下 没事 我来买单 好吧 晚上嘞 嫂子答应啊 嗯 到时 我从公司直接过去 你说的肉 带上你哥 好 莫婉晴 暂且让你得意 很快就会让你 成到 生不如死的自我 嫂子 我来接你了 你哥呢 我大哥 他已经到饭店了 然后 他特意嘱咐我 过来接你 他不放心 我又不是小孩子 有什么不放心 哎 他这不是担心你吗 我们先上车 哎呀 不管行 这儿林辰嫂子 还真把自己当 自己家人 哼 喂 马上到目的地 准备吧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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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喊不过 好愣 快点那 呀 救命 虽说 莫悠悠 你们两个合计我来算计我 怎么样莫婕 没想到的 你也有今天 你们绑架我 这是在犯罪 我觉得你们最好及时收手 如果出了事 你们都得承担法律责任 吓我 死人的嘴巴永远也照顾我 你觉得你还能活到明天吗 莫悠悠 我是你姐姐 你居然想要杀我 你还知道你是我姐 快得我跟我妈吃鞭子 又抢了牧师几头 你有什么资格说是我姐 你们自己做了什么 心里没点数吗 打你们鞭子 是因为当年你们也是这么对我骂的 只不过是你情人之道 还吃情人之深 牧师几乱是爸的一处 何来抢夺之说 爸爸真是偏心 通样是女儿 那就把最后的都给了你 既然老爸这么心疼 不容索心 就下去背道 莫悠悠 是个疯子 都进来吧 我是不会让你这么痛快的死去的 这几个都是我精心挑选的 既然金明轩这个瘸子满足不了 不如我来帮帮你 别过来金明赫 你可知道了不会放过你的 别拿那个瘸子来压我 他算个屁啊 我今天就让他好好尝试尝试 他心爱的人被人做进了刺猬 金明赫 你不分理外 我又有指示利用你 你不要让他捕获了 利用 利用什么 只要能把你和那个瘸子除掉 我甘愿被利用 哎哟姐姐 忘了告诉我 你对面有个摄像头 可以全程记录下这个高光时刻 不过呢 后期我们会剪辑出来 一定把你最丰收的一面放下来 你大可以放心 你们简直丧心病狂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你们就去出生 你们要是干屋鲁鲁鲁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有有 有本事已经杀了我 放心 我不是不会留你到明天的 明天的新闻头条就是 故事总裁沐婉婷离奇失踪 透水朵里发现疑似尸体 哈哈哈哈 怎么样 够炸裂吗 做鬼都不会帮过你的 你们几个 完事之后把它装进麻袋 扔进盒里 记住手脚麻利点 必须确定人死了才能 不要过来 打开 打开 我是护士集团总裁 我老是华华华华华华华 只要你们放着我 我该给你们喊多少钱 你是总裁 原本我给我老公打电话 就说我被把子炸了 我们要收金 你们放心 只要收金一到 我立马放凌住我 带她走 谢谢观看 给我那边给我那边 找到没 人跑了 大爷大爷 大爷 大爷您是去省城吗 对 你载我一车吗 上车 谢谢大爷 大爷走吧 大爷去省城还有多远 还有半日呢姑娘 这么远 大爷可以加快点吗 姑娘我这是电动车快不了了 哎 大爷有车快停下 我去看看 孟岑晴你建人站住 孟岑晴你这个建人我站住 她是干什么事的 找不到孟岑 系统来见我 孟岑 你已经失踪一天一夜 你到底在哪 警察全部出动去找 你一定要安全 你笑什么 我只是想到今晚 才真的算是解决动画 你个小要紧 你贺哥哥 那我呢 喂 你说什么 我晚间跑了 妈的你们这么废物 老板 都三天 我还是找不到 对不起老板 我们找遍了江城 毫无音讯 出动不下所有人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必须找到夫人 老板别急 兴许父人去拿扎心了 不可能 他如今掌管牧师 不可能放下公司 独自出走 我了解 是 属下定了 全力以赴 举老夫人 婉晴 你到底在哪 莫婉晴 你已经逃不掉了 现在乖乖的过来 跪下求我 我还能给你留个全尸 敢抢袭我 你真的是自不量力 不安心 去死吧 二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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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悟悠悠 你杀了二公子 木悠悠 你别乱来 你和王杏 恶如我母亲 如今又算计我 今天 旧账新账一起算 你母亲又不是我们害死的 明明是你 发展了我的一切 如果没有你 我家的一切都该是我的 你当真言 我在我家生二周嗎 把我当成你的亲姐姐 就木家贡产 我完全可以攻守江浪 可惜你心思歹毒 处处算计 是你自己 把你自己逼上了绝入 你说的好几样 假楼技嘉还不是为了你自己 你还说的那么冠冕 桃花莫婉晴 真是有言不清 我今天必须让你受到惩罚 走 跟我去警局 你别抓我 你放开我 莫悠悠 莫悠悠 快救救 你坚持住 悠悠 莫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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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悠 我们是街主的主下 夫妻 赶快给我们回去吧 把她的尸体 带回去 等一下 里面还有一个 也带回去吧 夫妻 这里好像没有人了 看来她自己已经逃走了 算了 不找了 不认识 马上 不知 了 你糊涂啊 赫 妈 我回不去了 我回去之后 不管你肯定会挂起抓我了 我现在必须马上离开 那你赶紧走吧 家里的事我来解决 搞什么呢 神经兮兮的 老天 我刚才报名呢 报名 报什么名 我在美国找了一所 私人学校 前来赫尔去进修一下 进修 就他 还出婆进修 你可别浪费那个钱了 你就是对赫尔有偏见 他吧 性子是倔强 但是毕竟也是咱俩亲生的儿子 总不能撒什么 他就是扶不起的阿头 反正名已经报了 钱已经交了 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你看着办法 我公司还有事 我先往下了 喂 赫尔 钱已经转过去了 你赶紧走吧 哎 别忘了给我报平安 喂 赵纪赵 有件事 不能要拜托 麻烦您帮我庆除 我晚清了 不能在流你的地方 晚清啊 婉晴啊 明轩 你的腿 我的腿没事 之前都是装的 你 你先别说这些了 快坐下 马上去把我的私人医生请过来 是 白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金铭河很乌悠悠 他们铭河姐还算起我 要置我于死地 王八蛋 我非罢了他们的皮不可 乌悠悠她 她已经死了 怎么回事 是我们死打过程中 她不小心 别怕 你是正当防卫 错不在你的 虽然她害我 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她死 不要想这些了 谈的是自作自杀 但恐怕 王清台不会放过你的 我已经做好准备 冰来降汤 水来土焰 别怕 有我在 任何人都伤害过她 爸 你们这几天去哪了 怎么晚清电话打不通 晚清和我在一起呢 我们立马就回去 走 我们现在就回去 找金铭河算账 这是怎么了 叫金铭河滚出来 明轩 发生什么事了 你弟弟出国留学了 什么 出国 绝对最最前逃 怎么回事 爸 这次晚清被捕奖 他别死在外面 是明和和慕悠悠 又害晚清了 晚清 他说的是真的吗 爸 这次 算是死里逃生 不过我希望爸 能主持公道 不要故随金铭河 晚清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明和他一直在外边学习 不曾离开特训班啊 妈 我不会说话 你是不是想偏袒他 我怎么会偏袒他呢 明和他确实一直在学习 怎么会绑架你呢 妈 就算你想对了 我也一定不会放过金铭河 晚清啊 在这个家 一直都是我谈和你 你应该也看得出来 这个畜生要是真做了什么事 我一定不会偏袒他的 那就好 既然家里找不到人 那我们就去报警 晚清别 这个畜生居然干得很大 你们闹的事 你赶紧赶紧打电话 让他给我滚回来 老爷 人在飞机上 电话打不通啊 都是你给惯了 我说怎么好好的 我突然出国留学 这里边肯定有事 你跟我说 倒怎么知道不知道 老爷冤枉了 铭河确实跟我说 他一直在学习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 你给我闭嘴 他就算是逃到北极 你得给我抓回来 铭河已经出国了 你们别想着 爸 妈 我们准备去报警 就让警察来处理 报警 一定要报警 让你个畜生 让你个畜生 给我好好支支苦头 桓晴 你还好吗 爸 我没事 桓晴 家到我们家 真是委屈你的 你们先回房间 好好休息一下 过一会儿 我和你们一起去报警 季长盛 你终究是忘不了李彦 就连他的女 也有此理 你还请 给我打着 杀了我的女儿 孟文青 你个杀人凶手 这大法 这人是谁呀 去把门打开 外来的 终于还是他 谁呀 孟文青 你这个毒妇 你杀了悠悠 今天我给你没完 桓晴 这是怎么回事 是孟悠悠 孟悠悠和季明和狗姐在一起 和起火来算计 绑架我 逃跑过程中 孟悠悠与我撕扯 不小心摔死了 你胡说 就是你杀了悠悠 就是你杀了悠悠 今天我跟你没完 我没有杀他 是他要杀我 如果有一米 那要检查了判定 这发生这种事 我们心里都难受 可是人死不能复生啊 事件还有该调查 解哀了 明日不败 不败 悠悠已经没了 我活着也没有意思了 今天我就要给你一面藏了 我活着��了 我活着了 詞曲 李宗盛 妈 别担心 医生说爸没有大碍 只是伤口深泪性 但并没有什么泪脏 再过半个月就可以出院了 妈 你们都回去吧 我留下来照顾留念就行 妈 那我带本情先回去 明天再来看你 妈现在肯定恨毒了我 别想那么多了 爸为什么会突然冲出来呀 或许是出于本 本男 先回家吧 你的身体也伤在归夫妻 生达 金明轩 你果然是中却 现在明和被排斥 老爷又受了伤 我只能连和老秦 妹妹 你来做事 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你我无冤无仇 我怎么会看你的效果 找我有事 白发人送黑发人 妹妹你受苦了 有话直说 与我的目标一致 就算做不了 也不该成 什么意思 你不就是想报仇吗 莫为情 我一定要杀他 他有静宁宣户 想杀他 他有鬼吗 就算同归于尽 我要让他下去 和我女儿陪葬 别冲动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这买买可不挂死 放显他莫为情 一个人的命 不使他 你用两条命求 你 我 我 你是季家人 莫为情是你儿媳 你会帮我 是季昌盛执意要将他娶进来 况且季明轩并非我亲生儿子 他算我哪门子的儿媳 你对付沐婉晴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是单纯帮我 你以为我会信吗 因为 她是林彦的 林彦都已经错过杨辉了 你竟然还放不下 并非是我放不下 是她季昌盛放不下 如今 又要把亏欠林彦的全部 奉管给她的女儿 那我问你 我算什么 这么多年 你在外人面前是嫌妻两母的典范 没想到 你以为我想 为了我的贺儿 你必须忍得 难道要我看着季家百年的基业 去送给他一个瘸子不成 季明轩当初是你领养的 你要担心家产 为何要让他留在季家呢 你以为我想 当初毫无法生命 季昌盛又是季家独子 这才有点 后来我有了谁 我想尽了所有办法 想把季明轩送回去 可季昌盛他不肯了 就因为他不想 悲心轻易的放弃一个孩子 这和外界的传说 很不一样了 当年都说 是你苦苦哀求留下季明轩的 这我还要感谢他 季昌盛 怕季明轩长大以后 对我有定义 所以让我在外人面前 以慈母命名 我对你们的家事没有兴趣 我现在是想给我女儿报仇 只要你听我的 我们可以共同 你说 你前入牧师集团 也许他们公司的机密 我会在幕后操作 让牧师集团 对 那又如何 沐婉晴 可是不在乎这一个公司 别忘了 还有你那个养子 沐婉晴倒台 季明轩自然 而偌大的牧师集团 想要挽回肯平了嘛 季明轩就算有天大的本事 也会元气大上 倒是 真是打着一手好算盘 与不惊 没想到你如此心急 我记得牧师集团 我记得牧师集团的资料 都在地板 找到了 快 还有百分之十 李慧君 文件已经传到你的邮箱 我这里还有位置 你马上车车 你要去哪 窃取公司机 你这罪 你没怎么在这 这句话 应该我问你才会 有东西拉在公司了 我来帮他拿 拿到了吗 没找到 我明天白天过来 你手里的东西 交出 什么东西 滚开 非要逼我动手 你还想搜我的身不成 你干动手 我就敢喊 他不方便 我背了 你没逼过来 放开 这是什么 我女儿的照片 还给我 白嘴硬不成 你还随意不成认识 行 去警察局 你凭什么送我去警察局 你们有什么资格 王晴 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说出幕后主使是谁 我可以不报警 神经病 以你的智商 根本不会窃取父亲自 要是有这个本事 制作大牢 怎么就是说 谁 莫婉晴 反正我已经被你抓到了 大不了就是蹲几年 我出来以后还是不会放过你的 我不会说的 最起码还有人对付你 既然这样 那就别怪了 把他带去警局 莫婉晴 机密已经传出去了 你就等着牧师集团毁灭吧 忘了告诉你了 警察可以查到你的任何信息 包括你刚才传出的所有东西 为了保险起见 你将机密全部传送到 纪昌盛的邮件 一旦东窗事发 就全部栽在纪昌盛的头上 那就查吧 反正我已经认了 如果你们能查到 那是你们的本事 王晴 我可以再给你最后一次 如果你现在误会我 我可以让警察判大嘴 布婉晴 有人会替我杀了你的 带去警局 是 我会帮你的 你都知道 你上次在暗室寻找东西 还有那一次我去美国 你执意要去 婉晴 你是在调查你母亲的死因吧 嗯 是的 为什么现在肯对我表露心声了 因为我知道 只有你对我是真心的 你终于看到我的真心了 婉晴 不要相信任何人 包括我 那你会对付我吗 当然不会 你是我最亲的人 我们都是无父无母 我能成就今天的事业 就是因为不想被别人压制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金明河 替你出气 他是自要的 我现在只想弄清楚 当年季昌盛对我妈做的恶险 王晴说 是他毒害了我母亲 但是他的话不可全信 我只想找到证据 我看不太像 为什么这么说 上次在美国 你母亲的固有曾经说过 季昌盛很爱你的母亲 他们曾经有过一段甜蜜的时光 那也不能证明他是无辜的 别急 我们再慢慢调查 这是错 透极不长反十八米 谁啊 晚晴啊 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妈 你不睡也还没睡吗 我是年纪大了 叫少 你找我有什么事呢 妈 我有事和你 进来吧 妈 你知道吗 王晴被抓了 抓了 为什么呀 因为 他要按杀我 这个蠢货 叫他偷东西 没叫他杀人呢 千万别把我供出来 这 他刚痛生女儿 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晚晴啊 既然他已经被抓了 那也算是早点报应 不 该得到报应 还没受到惩罚 妈 时间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妈 你知道理念吗 好像 听说 他是我生母 可惜死都不紧死 我每晚做 你都有梦到你 如今 妈替我弥补了缺少的母爱 谢谢 是我的儿媳妇 对你好 是应该的 不用谢 我还记得是大姓氏 不行 我经过不留了 你来了 你是来救我的吗 快往出去 妹妹 别急啊 饿了吧 吃个东西 什么意思 饿着肚子 该怎么上梦呢 李慧君 你什么意思 你不要杀人捏口吗 可别惊扰了其他人 李慧君 你这个魔鬼 你怎么会让我吓上他 死人 他怎么举报我呢 啊 可爱人呢 快把他抓起来 他带什么火凶手 你别喊了 没人会救你的 我的好妹妹啊 我是来帮你的 我现在 就送你上路 我 你也不想 我 你不想 你不想 我 你不想 我 不想 我 王秦死了 警方给出的结果是 畏罪自杀 一个盗窃罪 最多判三年 完全不至于畏罪自杀呀 我也觉得不对劲 所以我已经让人去调查 应该很快就不用钱了 老板 查到了 说 老板 离婚人去探望王秦了 然后呢 他走了以后 王秦就死了 封走了这次邀请 具体原因不小 继续说 离婚人有一个远房表哥 听说是局长 两人关系密切 此人应该是 离婚人最大的后差 难怪 金明赫的罪行 可以被掩盖得毫无恶技 那现在可以确定一点 那个幕后黑手 就是李慧君 至于他为什么 怂恿王秦去盗取杰明 我想 应该跟你有关系 我 这么说 他想要对付的人 是我 今天 是咱们纪式集团 上十一中年 晚上 会有请募大会 你们两个准备一下 晚上一起去 好的吧 不愧是纪式 场面果然不同凡响 要不是因为 第一点 哪轮到纪家这么凡 那你还是高调高调吧 慧君 是你吗 你是 张梦 是啊 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 二十个年过去了 还是比较年轻 哎呦 好啦 哪像你啊 你一点都没变 你让光彩招人 我倒是谁呢 原来是我们车间主任啊 哎呦 纪厂长 对这里见到你很高兴 你这是跟谁来的 跟我老公 他是纪式集团的合作者 说是今天晚上的 晚会特别重要 会让我陪他一起 没想到 我打赏着遇见了你们 你老公是 徽祥集团有限公司的 小公司不值得一提 哦 我想起来了 确实跟我们集团有合作 而且啊 是很多年的伙伴了 你们集团 纪厂长难道你是 他就是纪式集团的总裁啊 天啊 我真的笨 居然没想到在这里 纪厂长 哦 不对 纪董 哎呦 你现在风荒无限啊 所以多得这么大 运气好而已 不准的炫耀 林燕呢 他怎么没来 你说说你俩 结婚的时候 也不通知我一声 你不知道认识我吗 林燕 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对不起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纪董接哀 他 现在是我老婆 你得回去 结婚了 对不起 我只是那么乱点 让人哭了 我去我找我老公 你们先聊 你去找我客人吧 阿姨 请留步 你是 阿姨你好 我叫我婉琴 是 林燕的女儿 你是林燕的女儿 是 刚才听阿姨您说 您论是我母亲是吧 以前被一个藏理 那您知道当年我母亲 跟李慧琴关系了吗 这个 我就是随便问问 如今 我也是季家的儿媳妇了 总感觉 当年他们的关系很好 所以啊 也想进一份校 对我的婆婆 亲生母亲一样好 那挺好 亲嫂家庭 那阿姨我先去忙了 好你忙去吧 进行业语 大家听到什么问了 你不是追那富人去 有问到什么 什么都瞒不过你 那个女的 以前跟他们是一个场子的 不过 我看她说话 支支掩掩 显然是不想 他们吃点黄醉 所以我也就不再勉强 不仅 是狐狸 总会入手的墙 公公集团 公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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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们在 我相信 我们公司会越来越好的 陆总 纪实集团 一直向我们输送设备 包括原材料 我不是说过 要有介绍化妆界限吗 为什么还要介绍他们的资源 陆总 我们没有接受 他是以公益的名利 向各个企业进行捐助 以我们牧师为主 这是 市长都已经同意了 我们没法不接受 杰昌生 你这是做什么 即使集团照这样下去 付出三年就会资源汇发了 再自毁灭亡吗 好 我知道了 你们都回到工作岗位吧 再会 是 喂 明轩 我想念这一件事情 怎么了 上次在美国 那个故意了 然后呢 算了 没事 万琴 你要做亲自鉴定吗 我来安排 济昌生的血压 我会以带他去体检 没有采取 交给我吧 好 怎么样 还没出结果呢 难道这么快 你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没有希望 我跟警察盛毫无关系 那你为什么还能验证 我只想验证 那位顾友说的话 早点睡吧 好好休息 明轩 这么晚还没睡啊 爸 我想跟您谈谈 好啊 咱们爷俩 好久都没聊天了 明轩啊 这么多年 真是委屈你了 你的腿疾 我一直在想办法 帮你治疗 等集团的事 一旦都落实好了以后 我一定带你出国 不用了 明轩 多年前那场意外 是赫尔 他的无知导致的 如果他不失手 把你从楼梯 给推下去 已经过去了吧 我没有怪他 你也不用自责 明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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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的腿 对不起爸 瞒了您这么久 其实我的腿 一直都是好的 为什么会这样 坦白跟您说 其实我这几年 也一直在暗暗 壮大自己的事 如今也有了自己的公司 之所以瞒着您 是怕会引起 金明河的技能 对我产生不力 明轩 你是个人才 比那个逆子 要强百倍 你能忍急吞伤 这么久 还能成就自己的一番事 我很是欣慰 爸 您不会怪我吧 我会 我替你高兴 如今你身边 又多了婉晴 我是真心希望 你能对婉晴好 只要你们两个 都好好了 我就开心了 我一定会对婉晴好 因为 她毕竟是您的亲生 你说什么 上次体检 我偷偷踩了您的血 经过检查 您和穆婉晴 是亲生妇女关系 这是真的 她是您和林彦的女儿 林彦 林彦 林彦给我生了一个女儿 爸 这件事我还没有告诉婉晴 我觉得 先跟您说一下比较好 你先别告诉她 等我安排好一切 再静待时机 好 谁在说话 别过来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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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卉旋 你怎么快就忘了 我是林彦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我死的 我死了 你回去 你活活灭了 林彦 你做鬼你都不爱上 当天 当天 当天你别知道我喜欢鸡肠声 你就别要跟我讲 我怎么可能不恨你 所以 你就杀了我 只有你死了 只有你死了 鸡肠声才能属于我 我笑着你 我就让你放过我 我给你烧纸钱 我给你烧还多很多的纸钱 要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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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 我就找发生 烧了你 是小的 你就赶紧过来 啊 啊 你杀了我母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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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就会 啊 啊 是 你偏袒 季明和送他出国 宴会上提到我母亲 你总是面露男色 喝醉酒 和你说的那些胡话 可见你憎恨了我母亲 是 我就是恨 她是场花 所有人都爱 喜欢她 可我 我什么都没有 是她谁 跟她说 她是 我 我去讓他輕妙看著我這個 哈哈哈哈 只能說你的母親蠢 他看到之後 就傷千塊 真卑鄙 只是我沒想到他死了 你以為我會讓他生下來 危險 所以我就給他下來 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 你所有的罪行 都會得到懲罰 懲罰 哈哈哈哈 莫安齊了 你有什麼征服 這就是這句 你給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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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規君 你的好日子到頭了 爸 進來 啊 啊 啊 這個毒素 王妃我信任你這麼多年 沒想到 是你害死了林燕 你沒事吧 這一切 還不都是因為你 這張聲 你的眼睛裡就只有 比我結婚多的 你可怎麼把我比你放在眼裡 啊 你又把林燕的女兒塞到我的身邊 來惹心我 你讓我的心裡走了 她就是我的親生女兒 我對她好 有錯嗎 李慧君 這是親子監令報告 你自己去看 對不起 是我白犯了 還有什麼話說 可何 那是你的親生孩子 只怪我當女性 能殺了這個野種 你讓上是一隻子 有本事 有本事就殺了我 啊 殺了你 你砸了我的手 等待你了 把你的知財 啊 他們都走了 有 沒有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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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也要说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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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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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切都会好心 都会好心 最近就在刚刚开始 我的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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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我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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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给你报仇了 你可以安息了 金铭鹤也在国外被捕换 一切 终于结束了 没想到 季昌盛把季氏集团都交给了我 他自己 却隐居山林退休了 也许现在 才是他最初心的事 不说别人 我们也该进行下语 你还欠我两个孩子呢 走 回家 金铭鹤 你这个无赖 我爱残存些温度 这场梦会自动退出 醒来后挽留你脚步 别走了 命运不是正途 抓紧我的名字 你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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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